主林陽 你就是鐵鋪將爐子裡的鐵 千打的碗 我哪千打的 宋一天才是你老婆 你不去找他 卻跑過來找我 你說 你是不是鐵鋪 你難道 想要我增加個少哥好嗎 你難道就不會至極好 我還不知道你啊 你就是鐵鋪的大人你好 啊 他怎麼進來了 你怕什麼 他一個傻子 你來幹什麼 雅叔姐姐 穿的這麼少 不怕著涼嗎 宋一天 我跟他 只是在玩遊戲 你趕緊出去 你趕緊出去 他一個大男人 連衣服都不好好穿 雅叔姐姐 我們不跟他玩 羞羞也 不害臊 雅叔姐姐 你說好給我玩的 結果就躲在卧室裡 雅叔姐姐 雅叔姐姐 我剛剛 聽見你喊救命了 是不是他欺負你 我幫你去揍他好不好 哎呀 放開 那 那 學生不成 我兒童 我闖上去了 他 神之清醒了 反正也半死不活了 他一家人都被我殺了 也算團聚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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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林洋 趙雅士 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 我 我怎麼會在這裡 嗯嗯嗯 爸媽投七的那天 我這是 重生了 啊 爸 媽 不要丟下我 一天 你怎麼了 哥哥 躺躺 今天 要吃躺躺 啊 這都下葬幾天了 你這傻子 動不動的把自己 是你 是你害我死的 你這 吳俊斌 我 你快點 你這是 什麼表情啊 你沒想起來呢 不能衝動 不能讓褲梨陽發現我清醒 不是的 林洋哥哥 我剛才就是 看你的臉上 有一隻大蟲子 林阳哥 鉴定报告出来了 创伤印记障碍导致的智力下降 他现在不仅记忆停留在小时候 智商也是 真是老天都站在我这边了 我原本以为解决了那老两口之后 解决宋玉田还得花点幕后 没想到自己把自己给哭傻了 是啊 所以我们可得尽快下手 不然 知道了 我现在有事出去一下 你自己在家好待着 别乱发疯 重生一世 我一定会让崇林阳付出代价 老姐啊 我走了 以后你会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啊 怪我父母的这个家 都是崇林阳的人啊 只怕你早一点 把一切都想起来 还有 你一定要找到你爸的戒指 那可是你们宋家宋川宝贝啊 谁是你的戒指 谁就是杀害你父母的人啊 我说 我已经长大了 我才是以前那个傻姑娘了 我只要那边接着 我就能找他杀害我父母的人 除掉他 崇林阳 你赶紧换身衣服 小叔今天就回国了 我们得去参加他的结婚宴 上一世 原本我的未婚夫 是崇林阳的小叔处子年 要不是因为他 快点啊 慢慢吞吞的 翻车 我 五 五 五十十 我 你们 benim 这是谁 李阳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小叔 未婚妻的小叔 好久不见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是他自己蠢子 战业身边 还记得我吧 上一次 如果不是楚丽阳给我下药 你才应该是我的未婚夫 你天好痛 要我流血了 不是我伤害了你 是楚慈念 他昨天想要杀你 把你弄得浑身都是伤 流了好多血 是我保了你 他如果今天找到我们 一定会杀人 我不要不要杀我 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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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一会儿 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答应他 你只要告诉他 你要和我在一起 你就不会有事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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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 反正我也是储家人 不如你把和以前的婚约 认为我吧 你愿意吗 楚丽阳 今天的是我 我给你记下了 以后你要是感对一天不好 别怪我这个小叔对你不客气 上一世是我傻 你看出你眼里的心疼 还被楚丽阳洗脑 你是一个使恶不赦的坏人 这一世 我一定不会错过你了 好 我不想 小叔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不 你是 还是 行 吃饭了小叔 我们先进去吃饭吧 小点别怕 跟着小叔 小叔带你去吃饭 别缠着小叔了 不像样 赶紧坐吧 雅叔姐姐 先坐 剩下让你好看 我看一天说自己的欺负 可能一点也不加 怎么故意给我摔倒 你是故意的吗 我我不是 我不敢 雅叔姐姐好凶 你不敢说出国的事 这个未婚妻 就把自己侄子带着这 现在你还护着他 你住在一天家里了 不是那小叔 我只是想算不出 未来神社 绝对没有越界 什么是越界呀 是像 刚刚这样吗 还是 这样 不要胡说 小叔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我我当然跟你什么都没有过 我是说 你跟雅叔姐姐 你我是你的小婶婶 怎么会觉得你这样 我又忘了 又等我说 赶紧吃饭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 小雨天在想什么呢 小叔家里真好看 你真要给那小朋友 不然怎么把婚约 从小叔手里抢过来 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 你放心 只要我娶了他 把宋家的生意抢过来 咱们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但是 我还是不想你和其他女人上床 行了 别得曾经常 给你买了新衣服在车上 一会 试试 别让你在意识 过了今晚之后 和宋女同性婚 掌握整个宋女集团的人指使我 早晚 我会让你身败名裂 我家可为了散热也不必要 想说这次回来 是要跟田田结婚的吗 你现在 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吗 我先带你去治病 等你治好了 我们再说好吗 不行 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小叔 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饿了 刚刚我不是故意秀您的 我不怪你呀 喝了这杯饮料 就算是原谅姐姐的好怕 如果我让楚思年喝了下了药的橙汁 我就能趁他药效发作的时候 让他和我生米煮成熟饭 我就能摆脱渣男见你找到庇佑了 小叔 橙汁最好喝了 你尝尝 这是我装了给一田的 小叔不能喝吗 你说好喝 那我一定要尝尝 小叔对我这么好 我却要算计他 让我和楚灵阳 赵雅叔两个禽兽有什么区别 我还是口好喝 我就先喝了 那你刚刚还让给我喝 一田这么懂事 你还想喝吗 我帮你拿去 谢谢小叔 刚刚喝了这杯橙汁 我们还是好朋友 当然啦 雅叔姐姐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我不能信他小叔 我也能复仇 他是不是什么时候 关门 别以为处四年回来了就能复仇 等过了今晚 我就把你送一钱给 林阳哥 那个女人要钱还没上 哎 别着急了 不管了 宝贝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我先欺负欺负你 待会儿 我再收拾这个傻子 这对狗男女 还真是干柴烈火 迫不及待呢 糟了 药还没有完全吐光 糟了 药还没有完全吐光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小叔 老叔 爸爸我 你知道 还是爱了我 你 你最好明天醒来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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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但讓你離開了 我回復姿 我回復姿 说什么责呀 小叔你在说什么 小天 你昨晚喝完那杯橙汁之后 就昏迷不醒了 是那橙汁有什么问题吗 他看见我吐了 没什么呀 我就是吃太多了 小叔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了 小天你真的只有小孩的智商吗 没有什么别的要告诉我了吗 哎呀小叔 你都还没有告诉我 什么叫做什么呢 你算了你还小 还不懂 但是可千万要记住啊 昨天晚上的事 可千万不要跟别人做 小叔叔的负责呀 就是为了娶你回家 嗯 不可以 妈妈说 结婚要两种相爱的人情 小叔又没有说爱我 小叔只说要对我负责 我不要 我不要 初总 项目出问题了 什么 抱歉各位 我刚回过 之前家里的事呢 一直由林阳代管 所以本次项目的展示 还是由林阳来做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答复 年轻贪玩 难免误事 可以体谅 好在 现在由楚总来作证 其实 我们也是给您面子 要不是找你 那个设置 我永恒至于知道 那请各位看一下 我们这次的项目方案 初次年 等我拿下这个项目和送品 看起来能得以多久一次 小楚总 开这个项目是否要签约 我们都需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既然楚总已经回国了 以后还是楚总跟我们谈吧 说说吧 这场大戏的女主角 说什么呀 反正你都已经知道我在演戏了 我也不用在里面写人傻子了 你想告诉他们 我不是傻子也行 不告诉他们 继续陪伙我演戏也行 都行 莫儿 你都已经知道我在演戏了 莫儿 让你说清楚 是为了帮你 所以 所以 你答应帮我 往什么领域要知道 对 那你 能不能帮我你的小吗 少爷 小少爷到了 初始给你道歉 让他进来 你呀 我 装傻可以 但别让外人觉得 我处刺 粘连自己的未婚妻的 照顾不好吧 小叔 小叔 怎么 你来找我 是分了来见我的未婚妻吗 不是的小叔 我是来感谢您的 要不是您 把事情压下来 今天早上 或者是要是让外人知道 我就全完了 虽然你是你爸的私生子 但是这些年 我也没少教你生意上的道理 但你跟你爸一样 不仅管不住下半身 还是个没脑子的东西 老老 小叔 是我对不起您的戴實 所以我都想好了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主事就还给你 我去分公司帮忙 哎呀 你怎么 完蛋了呢 我记得楚临阳去了分公司之后 用各种方式打压储司你 险下害的储司棉破产 不行一定要控制他 寂寞寂寞妈妈 我太贵手了 去分公司就不必了 你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等风波过去了 再回来承办吧 说啊你不会还惦记着你曾经的未婚妻 现在的执席吧 不要用这种眼神 现在 宋家是我的 陈斐的项目也是我的 就连储司 我也是最大的 你 储司棉 注定要被我害人救下 这 就是你取一田真实的目的吗 是啊 小叔 你可真是年相惜日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也喜欢你的 对啊 对啊 上一试 储林央是娶了我之后 利用我的资源 才在分公司招兵买马 打压储司业呢 你快了 重点不是去不去分公司 我怎么才想明白啊 那我 嫁给储司业不就行了 我嫁给储司业 你要不要再大声点 这么迫不及待 莫非是我照顾不周 不是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吧 我说了 你也不一定相信 我信 如果现在说我是重申回来的 按照储司年的性格 一定会替我解决一切 小叔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会相信我的 对吧 你相信我就好了 等我想好怎么说了 一定告诉你 胡叔走之前 说妈妈火化时 手上少了宋家祖传的戒指 既然凶手是楚黎阳 那妈妈的戒指 一定在他这里 要不是你坏我好事 我怎么会在主持人面前 就这么难 我怎么知道那包药 我怎么知道 那视频和用人呢 你一心想上位 故意的 故意储司年不得行 因为我那只要跟你上床 连你也看不见我 我没有 你是不是还想说 我储林阳 就是储大在外面养的野种 是个连近储家 都要向储司年提前汇报的废物啊 储林阳 我对你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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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疑我 你对宋夫人对你那么好 把你当亲儿子照顾 结果 还不是被你害死 你还想睡人家的女儿 谁 谁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 我猫猫 睡着了 怕怕 你刚才 有没有听到什么 你妈 欣欣 好了 出去玩吧 以后不要随便进入书房 储林阳 你是真把自己当宋家的主人了 妈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这可是好东西 它和你一样宝贝 那我去给你多杯水 那我去给你多杯水 嗯 鬼啊 你还什么呀 哎 你不是 杨 RS 夫人 陆 你不怕什麼 肯定是宋婦人 宋一天和他媽媽長得那麼像 你怎麼確定 他肯定是宋婦人 他肯定是宋婦人 他來找我索命啊 只有他才會這麼敲門 他肯定是宋婦人 就是你結束我 這不過是下韭菜而已 楚麟陽照眼說 他們的好日子還在吼我 都查清楚了 宋总和宋夫人死于车祸 据说是意外 没有人为痕迹 那楚丽阳为什么会出现在哪里 据说是不懂小伯 楚丽阳刚好救下宋玉田之后 本想返回去救宋夫人 但没来得及 我知道了 但有一点挺可惜的 宋玉田醒来的时候是清醒 是在他得知他爸妈的死讯后 哭到昏厥 再次醒来就疯了 疯了 是挺疯的 你真要去个傻子吗 是 你不会也是盯上宋家的生意吧 毕竟宋总没了 谁娶了宋玉田 谁就等于成为了宋家的厂控人 不 我想娶他 宋家的生意 跟我有什么关系 自己人吗 你都进来了 为什么还问 你看我像傻子吗 那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去吗 那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找到温恒夫 有点事情要聊 小叔 我想结婚 你 但是结婚之前 我会先待在储林阳身边 你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吗 而且 你怎么就确定我会答应呢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那我跟储林阳结婚 不答应 但是 你究竟要干嘛 得告诉我 我 都因为 要是不答应 过来 就不答应 只记定 咦 不不答应 你呢 我还不可以 我还不答应 认识 这也不答应 当然 不答应 你呢 我还不答应 就是 不答应 我还不答应 不答应 我还不答应 林阳哥哥 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你个死女人是不是有病呢 你对待未来小婶婶的态度 还真是特别啊 小叔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一天去试礼服 刚好就撞见你这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作派 你刚刚叫他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刚睡醒 还没醒醒 林阳哥哥 你和雅叔姐姐晚上睡书房啊 小叔我们走吧 订婚 楚四年 这婚结不结得成 还留不得 上一世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 楚林阳依靠我家的事 抢走了城北那块地 让楚四年的商业规划受到重创 按理来说 我马上就跟楚四年订婚了 而且现在宋家的生意 好快啊 怎么了 城北那个项目的合作方 是不是赵雅叔的爸爸 赵小生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项目目前 是吗 是的 马上把它换掉 终止楚家和赵家的一切合作 我一时反火 没办法告诉你 我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但是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 赵小生和楚林阳是一边的 他会在最后项目提报的阶段 给你使绊子 等你最后发现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可是 这个项目你们宋家也有参与 是我们三家联合的 你相信我就好 属于宋家的一切 我自己会拿回来 但不能再让楚林阳得逞了 在 我的意思是 你不想说可以不说 我相信你 但是 你不想说可以不说 我相信你 但是 但是做生意啊 不可以操之过急 与其 规避风险 不如把风险 转移给别人 你爸为什么好端端的找楚思年吵架啊 我怎么知道 还不是因为你 我计划都快完成了 下午马上就要招标了 我千方百计的忙着楚思年 我和你爸有联系 结果你爸到啊 自己赶着上去说什么进家 我爸说错了吗 还是 你压根就不想去 我都说了 只要我掌握了宋家和楚家 我们就结婚 以后以后 我看你就是喜欢那个傻子 不想让他跟你小叔结婚 闭嘴 雷阳哥哥 我有一个好消息 你们 在生气吗 那我还是不说 什么好消息 说吧 要加入豪文了呗 人家 要当你小婶神了 是啊 你们怎么知道的 不过不是这个 是这个 小叔说要送我一家游乐园 这么大 一天 你把这个给哥哥看看了吗 嗯 不可以 小叔说 这是 商业机密 乖乖 哥哥姐姐 会是别人呢 林阳哥哥不是别人 但你是 你 你说的对 那我们去书房 你单独给哥哥看可以吗 你是叫什么 发什么疯了 他刚刚挑衅我 他是多么傻 诊判报告是 真傻假傻你不知道 这是什么 这个不可以 小叔说 这是林阳哥哥也不能看的东西 好 哥哥不看 你也看到了 姐姐生气了 你先自己回房间睡觉好不好 你先自己回房间睡觉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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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是我的心 啊 你可真是我的心 我 我說了我只是來拿個 u 盤 你非要跟著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幹別的 我怎麼會喜歡上一個傻子呢 我不是有你啊 但是 我怎麼覺得怪怪的 你小說 那傻子帶著機密文章 還得是你高明 這套方案的本質 和你爸那是一樣的 不過楚慈年他改過 果然啊 他知道你爸要在當案上碰水腳 如果不是你推到那傻子底下 優含從他身上掉了下來 我還真不相信啊 你的意思是 他知道我肯定會懷疑他 所以啊 想弄個假的方案來騙我 又把真的 交給了那個傻子 這樣 我在公司安排你 都找不到真的意料 聰明反輩聰明物啊 他已經不可以了 那你做得好好的 送小姐代夫系的優反 被我植入了也不是 可以實施監控的 屬默的電話 这个才是他真实的竞标方案 不过看起来 他应该是选择了你的 计划新一本 其实他的方案做得很好 早上图 未必会输 但是说个题外话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送你 怎么了 你十几岁就扛起了手 这些年儿与我诈 见得这么大 他一开始就在你面前 暴露他不是傻子这件事 你不觉得他有其他目的 我知道他有别的目的 你也说了 他的目的很明显 不是冲我来的 这就是我足够相信他的理由 你确定 要拿我改的那码方案 给领导汇报吗 嗯 储思念把你的味道看完非常好 一会我先上去回报 能够储思念拿不出新方案 就算不成任务资人吧 储思念 我看过他什么这么多 现在有我为大家讲一下我的设计方案 我可以进来玩吗 你来干什么 这是你能赖的地方 宋艺田作为宋家唯一的代表 他来参加会议 有什么不妥的吗 哎呦 一个傻子能听懂什么呀 领导 这位就是宋家千金 宋总和宋夫人唯一的女儿 理解 宋小姐 走过代表宋西啊 宋总和夫人相遇了 想必老人一定不会差两岁去 呃 只不过宋小姐这个身体的情况好像比起太好啊 呃 但是人品啊 才是我们好做的这种 人品上呢就是我的 全部的一个感受 哎呀 吳總啊 沒想到啊 您居然還偷自己侄子的方案呢 哈哈哈哈 小叔 你這方案的時間 為什麼是去年的一月份呀 我知道了 你不會是在國外的時候 就抄襲了林楊哥哥的方案吧 這一份 才是我全新的相似方案 不好意思啊 剛剛落到方案 從時間上看的話 好像 雷比這個事情 有些稀微久一點 是不是 他 抽死了你呀 誰成功 都是出家的 我們 一定要讓您 對我們的集團滿意 所以我還是做了一個全新的一份 請諸位聆聽 我要 給我的未婚妻 一個遊樂園 封信 理解 謝謝 麻煩草總把兩個方案都說一下 聖男看著一塊點 下時的話 把領送的威婚妻的遊樂園 放在那邊 行 主委 老闆 你聽我說這個方案我真的是辨認 邵總 我本來不想告你們這個家務事 但是你呼吸你的小數抽席 我時 你試著呼籲我的資深 领导啊 这回真的是那个楚总 抄我们的方案呢 您不能因为这个日期 就这么断定咱们呀 那你们 不妨看看 你们的授争 和方案的时间 我想楚总 应该没有必要 抄你们的老子了 但这好 我和你们没完 去吃饭 你先送我回家 我有东西要给你 你在附近等我 什么 哎呀 你别管了 我今天晚上 把我的秘密也告诉你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拨 这傻都傻了 我突然 什么时候变成了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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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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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怎么不 一下 一下的把他给敲在地上 你不是 宋雨天啊 你果然真的没有啥呀 你要是早说你没有啥 或许我还会看什么 毕竟啊 你长得还不耐呢 你看什么你崩了 崩了 别选了 我如果不崩 怎么从一个自身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何处心 剩下来什么都有了 等我一点怎么了 我呸 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被拥有 没用了 鑰匙已经都丢了 人 只能从外面看 没有我的人是 是不会有能力开门的 放心 我是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毕竟啊 让你威胁楚思年 你现在解决你 楚思年不会被你威胁了 你想要丧事 我可以给你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你在楚思年心中的地位呀 你觉得 你觉得楚思年为什么非要群个傻的呢 你该不会以为 楚思年也是开招你宫家之意吧 我明白啊 我明白啊 你下辈子再去问他 哈哈哈 小苏 你们聊聊 你走 不瞒你说 没有我邱大少爷黑不进去的电子产品 我说 你听我解释 我 这样 我还是这个力道了 行吧 别打他再打出人命了 你先带他走啊 楚梁说的所有的我都录一步会给你交代 早安 我 不要 我我坐好了 我坐 四叔 我怕 没事 你你不問我嗎 你猜就好了 其他的不重要重要 你不問我我怎麼問你 你可以問我你想知道的任何事 不需要拿你的秘密做交換 那 我可就問了 你為什麼想娶我 現在才問這個是不是有點晚了嗎 我說算了 因為喜歡 因為一直知道有個比自己小很多的未婚妻 所以總會偷偷觀察 一開始只是好奇 後來發現 這小孩還真的挺可愛的 後來你家出事 有很多人勸我取消婚約 有人說你跟褲林陽走得很近 不過那天晚上你打電話跟我說你很害怕 然後 後面 不要再說了 兒子 你們的仇我報了 從褲林陽得到了應有的懲罷 我以后 也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 宋家祖传的 我妈说能逢凶化吉 一定要给女婿 小叔啊 不是我不够仁慈 是你在得势的时候 我进家门 你不也是防狗一样 防守我吗 我可以不进去 出家也可以归你 但既然你已经不需要宋艺田了 就把他还给我 真没想到 小叔你还是个大情种啊 不过已经晚了 宋艺田 已经被我送走了 你找不到他了 你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 我要杀了你 我会用我的一切来保护你 我相信 要是 我们能早一点相识就好了 大小姐 你没事真好 你回来我们又有希望了 好了好了 我回来了 以后一定带着你们重整宋室 行了 收拾收拾 准备开工吧 已经有点匆匆的样子了 楚总 你也快去忙吧 还有我的游乐园 别忘了 请 宋总 这是这段时间的流水 一些有疑问的地方 我已经标注出来了 你可以直说 宋总 其实我一直有注意到 楚总 楚凌阳 在以投资的名义 长期给一个小公司转账 而且会管周期都是三年以上 我私自查过 那家公司 是赵雅书的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会处理 去叫法务进来 楚凌阳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还知道给自己留后 孙一天 你把凌阳哥藏到哪里去了 你爸都跳楼了 你还只想得出凌阳 你 怎么 我说错了 你还以为我是从前那个傻子 可以让你随意搓摸 你什么时候 你 大概 是在你说我有精神病的第二天 并且大肆炫扬之后 我第二天就清醒了 感谢你的那份诊断书 帮了我很大的忙 反而害惨了你的凌阳哥 你为什么装傻 你为什么骗我呗 为什么 当然是要替我死去的爸妈报仇 让你们两个下地狱啊 这很难理解吗 爸妈不是我害的 那你 为什么那么害怕鬼啊 那天晚上是你 对 是我 我本来只是想装鬼吓唬你们一下 拿到祖传戒指 没想到 还有更大的收获 赵亚书 如果 如果我是你 我就找个地方 乖乖地躲起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 非要我说得那么明白吗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的要求很简单 你和蠢林阳 把带宋氏吞的所有权吐住 否则送你去做了 没有证据 证据 我只是毁掉了刹车线 汽车爆炸之后一点证据 可你害死林夫人的时候 我可是排证据 不是胡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好 是吗 那不如我把它发到网后 还有啊 在我清醒的第一天 我就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装了监控 包括我的漠视 和书房 所以 视频都是你 拍的 给你半个小时考虑 半个小时之后呢 我要去约会 要么 乖乖出钱 要么 被他们带走 再获得呢 我把你的视频 发到网上 你自己选哦 你自己选哦 想好了吗 我只要走了 你 你让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背上高抬贵手 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你要害死我父母 陷害我未婚夫 还要霸占我的公司 既然他不知道怎么选 那我帮他 送他去见蠢羚羊吧 也算是一对亡命鸳羊 送去医院吧 小说 我知错了 是我白日做梦 是我鬼迷心跳 再不开了 再不开了 这 这 这 连你也和他们一块了 你还真是意义 赵雅叔疯了 跟我当初一样 现在在他的世界里 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送一天 和一个喜欢的哥哥处林雅 我当初还有点圣母心地想着 你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 找个日子送你们出国就好了 可看你这反应 赵雅叔跟着你也不会好过 也对 一个骨子里本来就坏透了的人 我怎么会几天就值得悔改 你们懂什么 你们这些人 怎么会懂一个不被宠爱的私生子的难处 你 从小就是少爷 明明是家里最小的 偏偏是继承人 还有你 被父母捧在手心中 天生见不到阴暗面 你倒是和我很像 只是你太好骗了 冰鬼缺爱 对我骗的团团转 你父亲不认你 是宋总和宋夫人见你可怜 把你养大 是我带你进公司 教你经营 你怎么说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平 那你自己看看 不可能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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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拿了份假文件 假御主来骗我吗 啊 宋是百分之十的部分 宋是百分之十的部分 原本都是你 如果你老老实实什么都不宋 未必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更何况 你还有一个非你不可能 造势大小姐 宋姐 宋姐 我知道错了 刚才 刚才我没讲明白 请你别问我 太迟了 初林阳 我曾经无数次的 想把你千刀万挂 但我知道 我和你不一样 哪说我会送他去精神病院 而你 是一辈子劳饭吗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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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我只是想告诉你 书房最下面的抽屉 由我当时拍下楚灵 杀害你母亲的视频 安排你的人带我走 犯了错 本就应该上到乘法 本您好喝 你们姓楚的都没有家吗 都喜欢住在我家 那可不 只有楚丽阳才没有家 我只是想和我的老婆住在一块 拿来 我看 如何向老婆求婚才不服气 如果求婚被拒绝 有没有救方法 好男人的护肤秘籍 可以不用求婚了 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夫 也可以不用担心被拒绝 你手上的祖传戒指都戴了很久了 最后一点老男人的护肤 这一点倒是可以不用担心 以前没有发现 原来 喜欢或是让人自卑的 但你是楚思年 这就已经了 楚思年 出大事了 又没事了 又没事了 我走了 说 那我不说了 你定了要给宋玉天结婚的场地 被别人定走了 他就是那个别人 我说过 你是楚思年 就已经赢了 所以 你愿意娶我吗 不再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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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